70年代的日本正先起一场特赦狂潮 各种优秀作品层出不穷 然而时至今日仍然能不断推陈出新的只有三大特赦 其中假面骑士超级战队之所以能爆火都与艺人有关 那就是骑士之父石森张太郎 这个曾经艺人包办了东映十年的男人 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 就有豆豆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吧 1938年1月25日 在日本工程县名为小野寺张太郎的婴儿诞生了 不过后来更为人熟知的是他的笔名 石森张太郎 石森张太郎在家中排名第二 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以及对他的一生都影响深远的姐姐 儿童时期的石森家境贫寒 但因为出生在乡下 在山间田野的童年时光也还算快乐 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童年体弱多病的姐姐患上了哮喘 因为战争带来的影响 石森不能出门 于是每天与姐姐待在一起 与姐姐一起玩耍 给姐姐垂背缓解痛苦 直到战争结束 这一年石森七岁 年幼的石森正值好奇心旺盛的年纪 不过战争刚结束 日本经济正处于萧条状态 又闹饥荒 石森一家也只能勉强租日 自然不可能有什么有趣的儿童独物 无聊的石森向姐姐抱怨 姐姐就提议他 既然没有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画呢 听了这话 石森毛子顿开啊 也为走上漫画家道路埋下了种子 1947年这一年石森上小学 在机缘巧合之下 他从同学那里得到了一本漫画之神 手肿至虫的新宝岛 当然不是这个新宝岛 行云流水的分镜 如看电影般的体验 年幼的石森 如遭雷击 要知道在新宝岛之前 漫画是没有分镜概念的 那时的漫画 大多是在报纸上连载的四个漫画 可以说新宝岛 是所有非四格漫画的起源 也是今后漫画家们的路标 后来石森称 新宝岛是他创造漫画的全部理由 这本书彻底让石森走上了漫画家的道路 此次以后 石森一有空就会开始画漫画 也因此成绩一落千丈 引来了父亲的反对 他认为这是不务正业 希望石森和自己一样 未来成为一名公务员 之后石森再画漫画 父亲就会上去把他撕掉 只有姐姐支持他 在石森偷偷画漫画期间 姐姐成为了他唯一的读者 高中时期 石森与同学一起完成了同仁制 墨之一滴 并且他寄给了首肿至宠 1954年 石森在漫画少年上发表了 处女作二级天使 这让石森得到了一笔不菲的稿费和明显 并且引起了首肿至宠的注意 于是漫画之神真的给他回信了 信中邀请石森来东京与他一块画漫画 无法想象当时石森的心情有多么开心 不过石森与父亲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差 恐怕给石森一把信号符他也会直接卡下去 父慈子孝的传统不是没有流来的 最后在姐姐的支持下 石森高中刚毕业就毅然决然的前往东京 1956年 石森入驻如今的漫画家圣地长盘庄 与藤子伯二雄 赤种伯二夫等人成为同僚 随后在长盘庄的时间越久 姐姐也时常到长盘庄照顾石森 这期间石森更是疯狂的画 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他画的所有作品都会给姐姐看 直到几年后 姐姐的哮喘并再次发作 他火速将姐姐送去医院后 由于无法面对姐姐痛苦的表情 石森逃到了电影院去看电影 这一次逃避也成为了石森心中永远的遗憾 23岁的游会因哮喘去世 姐姐的离开给石森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石森的创作风格也发生改变 他开始挑战当时所有的漫画题材 什么题材也没换好 之后石森离开了长盘庄 开始环游世界的旅行 在旅行中 这个25岁的漫画家醒悟了 1966年人造人009问世 人造人009讲述了九位性格不同 年龄不同 能力不同的改造人 与反派组织对抗的故事 很难说后来的超级战队 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这部轰动级别的作品 直到现在我们也能看到他的身影 有两个孩子的石森 在妻子的支持下 从昭和40年开始的20年内 大量创作 每月20册 多的时候 每月创造过600册漫画 一天的创作时间在20小时以上 然后睡两三个小时 这份干地精神 父兼老贼听了连打三圈麻将 这段时期 石森的助手换了一个又一个 其中有一位年轻人 后来成为了Jump的第一代台助 他就是永久豪 1971年 石森创作的假面骑士登上了一幕 在石森称为假面骑士之父后 人们也渐渐将它框在了特赦圈子里 实际上 石森有过漫画的骑士 其实只有三个 初代Amazon Black 而打破这一印象的是 石森的另一传世作品 日本经济入门 将专业知识带入漫画中去 兜兜看过后的感想是看不懂 但真的好看 平成四年 石森因发高烧被送进医院 检测处患有淋巴肿瘤 这一年石森54岁 身子越来越弱的石森 终于停止了工作 在病床上 他小声对自己说 我终于能安心下来了 在最后的时间里 他眼中只有家人 六年后 1998年1月28日 石森张太郎去世 他的一生中 创作了700多部漫画 兜兜所熟知的 也不过十分之一 看过的也只有十几本 与石森的传奇一生相比 上述所说的 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 最后欢迎小伙伴 给兜兜留言 关注兜兜 带你了解更多 假面骑士小知识